我們請教應 兩下個禮拜就是520 那麼剛剛我們也有提到 兩萬一千點是近在咫尺 在最近如果說這個行情的話 有政策加持的像是重電股 甚至是軍工股還可以期待嗎 是的 這個520其實也有傳出來 投顧業者禁止要禁止航空 那這個事情我認為是只需乎有 不過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在520之前大部分大家還是比較偏多 然後甚至在520之後 其實各位也不用擔心 因為今年這個行情 我覺得還會非常非常好 那包括像軍工跟重電概念股 就算520之後 其實也是賴總統 延續前朝的一些政策 所以應該都還會有一些行情 那今天在520之前 軍工概念股又稍微表現比較強勢 像隆德造船又攻到了漲停板 那雷虎也是大漲 那其實你看他的型態上來看就是說 這一段期間他有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 今天是帶量再往上攻 所以我覺得明後天就很關鍵 大家去注意到 明後天他可能會碰到前面的高點 這個地方 141塊附近 如果他攻上來之後 是有辦法繼續滾量的話 那應該是會有機會 因為畢竟隆德造船 接下來大概還有120億的訂單 要做交貨 大概2026年之前要完成 所以他後續的訂單來講的話 應該是無語的 那雷虎來講的話 他最近是有通過國防部的 這個無人機的一個認證 那我想最近來講的話 股價跟 其實跟隆德造船的型態也差不多 所以明後天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他如果有辦法繼續滾量 去往前高去做挑戰的話 那後續股價來講應該會有機會 那軍工我個人認為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型態還在相對不錯的位置點 最近大家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重電 你看重電好像真的是被電下來了 它的確有打下來了 打下來之後 可是大家發現到 不論是華城也好 市電也好 它其實下面都有季線 在做一個支撐 都還在季線以上 所以這兩天 它在測季線過程裡面發現 它其實沒有碰到季線 每次到季線附近 它感覺起來 有一些抵抗的一些力道 其實在整個重電來講的話 如果你從它的產業基本面 是它在手訂單來看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比較沒有那麼擔心 因為它的在手訂單 已經看到2026年 它也看到2026年 而且明年 美國電網要開始做翻修 明年才是美國電網翻修的元年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在美國2.3兆的基礎建設裡面 來講的話 有1000億美元會用來做電網的翻修 100億是來做變壓器的更換 大家知道其實美國電網 大概有75%是建設於1970年 這個電網其實是非常老舊的 1970年來講的話 你說電網的壽命是50年 那你加一加2020年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是2024年了 變壓器來講的話 你加40年 2010年 其實這個早就已經超過 它的一個承載的負壓的年限 所以明年它是要大翻修 大翻修的情況之下 相關的變壓器 它現在是供不應求 所以它找台灣廠商來做供應 目前不論是華盛也好 四電也好 其實它都有供應到相關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後續來講的話 應該都還有機會 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是 除了期待520行情之後 接下來還有ETF的 換股的一個大戲 在最近這個金融股 特別受到外資的這個PMI 到底怎麼操作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關心